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慧也 修一切善事 修佛 佛慧上修 因为佛慧上修 这才能语言称佛道 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 皈依佛 二祖尊 那么换句话说 二祖尊就是佛 祖是满足 圆满的意思 没有丝毫欠缺 二是两种圆满 一个是智慧圆满 一个是佛报圆满 所以修行 佛慧要双修 不能够修慧不修佛 修佛不修慧 统统错了 如果说是修佛不修慧 果报决定在六道 不能够出离三戒 那个修慧不修佛 可以出离三戒 能证小苦 小臣的沃罗汉辟之佛 全叫菩萨 能证苦 证了苦怎么样呢 没有佛报 经上有比喻 修慧不修佛 修佛 罗汉拓空波 我罗汉到外面去拓波 没有人供养的 没有福报吧 诸位想想看 没有福报 不能够众生 虽然你有智慧 但是人家跟人家没有缘分 不跟人家发缘 没有缘 拓波都拓不到 人家不供养 你还能够跟人说法 谁听你的 没人听你的 那么由此可知 你称佛的目的想普度众生 那你不修佛 你怎么能度众生 所以修佛的人一定要懂得 佛慧双修 佛慧双修当中 佛重于佛慧 你得知道这个道理啊 你才晓得 离一切相是重 是地重要 修一切善是辅助 也非常重要 立相从哪里立呢 就是在修一切善里头离 那不修一切善 那你离什么 你也没得离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 立相修善 这个才是佛慧双修 这才叫真忏悔 修佛最忌讳的是修佛不修慧 修佛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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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佛报到哪里去想呢 你要知道 因为他愚痴 愚痴便出生 出生到里面去想了 所以佛在经上说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阴落 吃福吗 他到出生到就投胎 投了个大象 那个象是什么呢 象是过往做齐的 过往从前出门没有骑车 从前都是马 都是象 过往成的那个象 那都是金银流利 切薄挂得满身 那叫做佛报 他就想那个福去了 现在过往出门不骑象了 坐车了 但是现在享福的出生很多 我们看到外国的宠物 你要修福不修慧 来生都被那些外国人当宠物去了 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懂得 佛慧双修 慧众福 这就对了 完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